推着推车来到金融医院 纸箱里装满手座的三明治及咖啡茶饮 100分的餐点要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不管是平常还是防疫情 其实都特别感谢他们 所以收鞋也当卡片 咖啡店就开在距离医院不到100公尺的巷弄内 5月中旬是营运 每两天就遇上了三级警戒 禁止客人内用 虽然生意受到影响 但业者有感于从小和姐姐受到医院照顾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辛劳 特别找来好友一起做营养三明治 慰绕辛苦的医护 从5月中的时候开始市营运开幕 然后刚好遇到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想捐是因为姐姐 她其实有抑微性皮肤炎严重 从小就这样 然后是受到医院很多的关照 然后有提供很多的方式让她舒缓 所以她近几年她过敏 其实指数都有降下来 然后像我的话是有患一些妇女的疾病 像多长一板草跟内分泌失调这些 那也是经过医院的治疗都有好种 疫情当中想到我们金融医院的全体 那真的很谢谢你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炎热的这个午后 让我们可以提振精神 尽管疫情冲击到餐饮业 但许多店家仍然愿意自掏腰包送暖 因为守护医护 就是守护疫情 如同卡片的字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做好防疫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